大家好,我是桑林 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项目是 RUN A利用小助手这样一个程序 程序虽小,但是五脏俱全 那么这个程序我们更多的是要跟大家演练一下 我们之前所学过的所有知识点进行一个统一的融会贯通 另外一方面大家可以去来深入的去看一下商业应用程序 我们会怎么样去做 那这个程序并在很多的软件工程上的内容 不会花太多的时间 更多的是我们来按照一个严谨的规范实现我们这样的一个小项目 那这个课程我们的主讲是我们的小马哥来给大家讲这个课程 所以之前他也给大家讲过Eclipse IDE的这个环境 所以那么如果有什么问题 大家以后在答疑的过程中既可以问他也可以问我 那么好,下面就我把这个主动权交给我们的小马 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就是相信通过前一段时间咱们和这个跟随3D的学习呢 都已经初步掌握了这个在安卓环境下 基本的程序开发能力 那么按照咱们的这个进度和计划呢 目前就开始带领咱们大家做咱们的第一个项目实战 通过这个项目实战呢 主要是两个目的 一个是把咱们前面那个比较零散的那个知识块 把整个给综合了运用起来 另外一个呢 就是通过这么一个项目 能够加深巩固理解咱们的这个印象 通过这么一个项目 使咱们能够初步的掌握一个 就是说安卓程序开发的整个的过程 还有思路 好了 下面咱们就开始进入咱们的这个项目 首先呢 咱们都知道 咱们不管是做什么样的软件项目 首先就是它的这个来源都有一个客户需求 对吧 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客户需求 咱们的这个项目实战呢 就通过这么一个虚拟的 比如来自你的一个好朋友 呃王小强的这么一封邮件 一封信 把他的把咱们这个客户需求给带出来 咱们来看一下 咱们就是 这个好朋友王小强的邮件里面写的是什么 咱来看一下 首先要把咱们的这个客户需求给带出来 这里边 假设咱们就是他的这个好朋友大名是吧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从这封邮件里边能看出来咱们的这个好朋友的他的一些 他的需求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咱来看一下 呃 我来简单的念一下吧 是吧 嗯 你朋友的说这个 嗨大名 呃你小子的安卓手机开发搞得怎么样了 你不是常说这个技术改变生活吗 所以这次我想请你帮我开发一个安卓软件 方便我跟人微消费时的记账 他说情况是这样的 我现在的工作呢 经常需要跟同事一起出差 我们出差就出差 跟同事一起出差就有消费要记账对吧 他说我们出差的这个记账方式是这样的 呃 有时候是我给钱 有时候是同事给钱 然后我们每天的花费呢 就晚上回来记账 比如说像他在下面他给了你两张 他记账了 现在记账的时候两个表格 咱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表格是什么样的 首先是 比如说这个账目 北京出差账目 对吧 上面写了出差人数是两个人 这下面这个表呢 咱们能看到是不是他有日期 是哪一天的这个账目的消费是吧 描述 描述什么吃早饭 中饭 什么晚上还要去吃夜市 像打逼车票 对吧 包括住宿的费用 甚至还有通讯费用 是不是 另外一个他自己了 花费 他自己去北京出差 他买了一点土特产 是不是 然后咱们再看下一个 这是不是有一个消费人 就是 你这个同学 同学的这个消费 是吧 王小强 王小强是你的这个同学 小李肯定是他的同事吧 对吧 然后这边是费用 对吧 费用这边 然后还有消费的类型 你看像这种吃早饭 吃中饭 是他们两个人一块消费的 对吧 这消费类型就是两个人均分 对吧 比如说吃饭 我们两个人花了二十 那就是到最后就是一人十块 平平下来 对吧 然后 你看还能看出一个消费类型 是借贷 这个借贷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能看到是这个吧 可能小李 狗李没零钱了 或者临时 临时没钱了 我帮他充了五十块的花费 对吧 这算是借贷吧 小李回来的时候要还我 对吧 然后像这个土特产 这就是自己个人的花费 对吧 这是他给的你两张类似的表格 这是第一张 对吧 然后回来 算账的时候 你看下面算账就是账目合计了 对吧 这个王小强自己消费 肯定是他们两个人在付款的时候 比如说吃饭 就像就像吃早饭这个 比如说 这个吃早饭 他列的第一个人是王小强 肯定就是付款人了 对吧 这个消费的话就是两个人 一人五块钱 对吧 这个时候王小强是不是算是自己消费的应该是五块 对吧 然后他替小李支付了也是五块 对吧 应该是 然后你看在这里边还有的地方是小李是第一个小李是付费的 对吧 在这里边的话 那肯定是小李自己花费了这两个一平均 他自己花费了六百 去王小强垫付了也是六百 对吧 这下面就是类似的这个账目的总合计 他们回来之后 这会一算账是不是 在这里边 在这里边你是不是就能看出来谁应该退给谁钱了 在这里边 应该是这个小李 应该是这个 对对 因为他花的多嘛 他比他多是吧 他应该补给他钱 对吧 这是他的第一个表 咱们再看另一个表 这是又变成了广州出差的一个账目了 是吧 这次咱们能看到出差人数又有变化了 三个人 对吧 这又是什么吃中饭 这基本上还是类似的吧 只不过变成三个人了 这有可能是三 这就是三个人的均分 对吧 但是这点还可以看出来 这个 这个又是一个借贷 对吧 这种消费 包括均分 最后的账目合计 就是三个人的账目合计 最后算谁该补给谁钱 对吧 好 这两张表格 大概能看出来 他平常这种记账的这种方式吧 对吧 他们平常就这样记账的 然后咱看看他们的这个 他后边说的 这两张表格呢 他说记过账之后 我们出差回来 就坐在一起算一下 最后 谁该退给谁多少钱 对吧 这样算 他说了 出差时间短点还好说 有时候出差出半个月 一个月啥的 你那账目是不是每天一记 账目就多了去了 对吧 你刚才这才 这才是几天的账目 对不对 这才总共就三四天 是不是 出差出一个月 半个月 算起来又慢又麻烦 还容易算错 对不对 而且他还还什么 他现在跟同学是合租 肯定两个人也是类似的这种消费 对吧 也是记账 然后他说记这种账 搞的他就非常麻烦 而且还容易算错 他最近又新买了个新买了个安卓手机 听说你在搞这个安卓开发 所以就想请你帮忙做这么一款 VIA制消费的记账软件 方便他算账 是吧 这就是咱们的这个 在这里边 王小强应该算咱们的一个客户 对吧 这就是他的一个需求 是吧 好 咱们先再切回来 根据他这个需求呢 我们下面先不讲咱们怎么做简单的需求分析 为了更使咱们有这么一个直观的印象 就是说根据他的这个好朋友的这个需求呢 我做了一款 简单的他满足他这个记账的这个软件 咱们先来看一下他这个软件的一些界面 圆形这些东西 先来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做的这个软件的 他的这个界面圆形 我们先来用这个ASM这个工具 把它给提起来 就是找到了我的设备 点OK 这个屏幕有点大 我们把它缩小到75% 好 这现在就能够看到了 他的界面呢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能看到 他的这个上半部分是他的这个Title 对吧 一个标题 中间这一部分呢 这是他的这个Body主体 在这里边用的是一个类似于九宫格的这么一个布局 对吧 图标分裂不开 然后在下面呢 是这个一个底 对吧 然后在这里边 呃 我们比如说点这个底的时候 或者是我在手机上面直接操作我的这个手机菜单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他可以 上下滑动是吧 对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大概的这个界面 比如说这个人员管理 我们就能够对到应该是刚才咱们这个需求里边 类似于这个消费人吧 对吧 有比如说账本的管理 对吧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是不是类似于这种 就是账本就从这需求里边能对上号这个了吧 对吧 人员这个我们也看一下 人员这个的话 跟这个消费人对上号了吧 对吧 呃 比如说 再来看一个箱里边比较典型的这个记录消费 然后能看到吧 包括比如说 这种计算方式 在这里边可能字体有点问题 或者可以调整一下 然后 这个金额 这个比如说这个账本的选择 对吧 然后比如说查询消费 对吧 好 这就是我根据他的这个需求 最后做出来的这个软件的这个界面原型 对吧 但是在就是咱们开始做之前呢 对吧 你不可能说有了需求 你就直接写程序了 对不对 按照咱们这个正常的 是要有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需求分析的 对吧 叫先谋而后动 你只有先谋划好了 才能去行动 对不对 还不说 呃 有很多就是说 可能就是 比如说初级的这种程序啊 或者什么 他在看到了客户的需求里边 一些东西的时候 听到一些需求或者什么时候 他脑袋里边首先浮现了 说啊 你那个账本 你那个基站 我就知道了 他是一张 他就是一张数据库表 这个表里边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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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把整个这个需求直接就一步就跨越到 直接去设计这个数据库底层了这个数据库的表啊 对吧 这种这种的思维方式在你做一个很简单的程序的时候 还还可以还能够适用 对吧 你直接跨越过去还可以 但是你稍微复杂一点的一个真正的软件项目或者软件工程呢 这样做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对吧 因为软件工程这个概念现在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 不是以前那种非常简单一个人就能打天下的这种时代 对吧 所以说我们在得到了这个客户的需求的时候首先要做一个简单的需求分析 对吧 那么就可以问一下你如果你看到了来自你朋友的这么一个需求的话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 你有没有什么思路或者什么怎么去做 我好像跟他说的那个 一下就篡围到那颗简表那一步了 是不是 直接就是脑袋里浮现的就是这个表是什么什么什么 我知道键拿几张表对吧 对 所以说我们这种思路呢以后就是说真正的去在这个做这个软件项目这个时候做软件工程的时候还是要把这个思路给转面过来 要把这种一开始的这种谋划先给规划好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边就先做一个很简单 当然了这个也不是说很标准或者什么呃只是一个就是很简单的经过非常简化的适用于咱们这次这个项目的一个很简单的需求分析 对吧 你在你这个项目里边呃首先是要去拿到这个项目需求的时候首先需要找这个项目的这个涉重 这个涉重的这个概念呃你也能从字面意思上了解 它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面射重 在这里边的射重就是呃简单点说呢就是涉及到你这个系统的跟你这个建设这个业务系统相关的一切的 众人或者是人和事 这就叫写涉重 知道吧 但是呃你这个涉重 就不等于说是你的这个用户 不能把简单的说哦你这个涉重那不就是 这个系统的用户吗 不对 不是这样 是应该是按照正确的是应该跟你这个系统业务或者有利益关系的人和事他们都算涉重 对吧像比如说在咱们这个客户需求里边这里边 涉重会有谁啊除了你这个同学之外他你这个同学王小强他是涉重其实在这里边呢像这个什么小李呀或者什么小张啊他也是涉重之一 对不对 所以说涉重不等于用户 知道吧 但是在咱们这里边呢就是说咱们的涉重就非常简单了 涉重就是关系人吧 对关系人在咱们这里边重点要分析的就是咱们的这个 嗯也算是用户用户其中的一个用户王小强 对吧 简单的说呢 涉重你怎么来理解呢 你比如说你修建你修建一条这个高速公路 对吧 这个一条高速公路的涉重都会有谁能想象出来 对 司机是不是用户在你这个 如果 如果这么理解的话司机按照 你首先想到了这个司机就是一个用户吧 对吧 他涉重还应该有谁 还有 对啊 监管方应该是交通管理局对不对 包括有投资方吧 对吧 投资方应该是 出资方是国家财政对不对 建筑商是什么什么什么工程公司 这都是他的涉重 所以说你一个很复杂的就是这个软件啊 或者软件工程的时候 他们上来首先就是要找的一般都是找这个系统的这个涉重 你只有把各个利益的相关人关系人先找权找对之后 你才能进行下一步 比如说需求或者是 所以说咱们的思路就是说就要稍微转变一下 不是说上来脑袋里 哦 我知道这个表是什么什么 那个表是什么什么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边就先找出来涉重 当然了 咱们这个软件 比较简单 咱们就可以简单的上来一步这种涉重或者什么 就直接取出来就是他这个好朋友王小强 对吧 他的角色 这个王小强在这里边 比如说消费人也是用户 对吧 职责 在这里边比如说记账 对吧 或者是有其他什么样 在这个系统里边扮演了什么角色 他要做什么工作 他的职责 对吧 所以说这是涉重这一块 在咱们这里边就比较简单了 另外 找出来涉重了 下边一步就是这个需求的获取了 需求的获取又分为好几步 呃 这个需求其实还是要给他分开的 呃 比如说你有用户的需求 还有他这种工最后是系统的这个功能需求 用户需求和这个功能需求是不一样的 对吧 用户需求是这个用户最最原始的最直接的跟你这个系统 还有软件完全不相干的 就是他对他对他这个工作或者业务流程这种描述 他对他的这些就是前景或者远景或者计划目标 他的一个最简单的区间的描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